HELLO 大家好 我是翁萊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魔靈呢 是最近地下城比較熱門的角色 也是不少人在敲碗的水人魚啦 先前我有介紹過瘋人魚了 是一隻平民的水衣殺手 而水人魚則是一個暗奧克星 跟著暗衣一起出狀態流直接哭哭 這個系列預計活人魚可能不會介紹到 因為當前的版本它的用途不大 暫時可能不會練到 而光暗人魚的部分嗎 嗯 你們懂的 好了 我們就直接進入三維的環節吧 天啊 這招介紹了一堆的妹子魔靈 嗯 真香 體力10545 中段斑 攻擊力582 後段斑 但水人魚本來就不需要什麼傷害量 所以攻擊力被死當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最後 防禦力692 中前段斑 速度呢 不要看它是一個魚尾 也是一個中前段斑的110 以四星的角度來說 這樣的身體素質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尤其是身為輔助型的魔靈 該有的血量 防禦 速度 通通都有 唯一不重要的攻擊它沒有也完全沒有關係 是一個機體跟類型合一的完美搭配 再來就是它的技能組啦 一技能 丟泡泡 丟一個泡泡造成250%攻擊力 跟12%體力的復合型傷害量 並且有50%的機率消除一個增益效果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 提高到了325%的攻擊力 加上15.6%體力的復合型傷害量 傷害真的 參考就好 雖然水人魚本身的體力會撐到一定的數字 但想要指望它靠著復合傷害的體力部分打出高傷害 還是想想就好了 偶爾1技能消狀態如果剛好消到免疫 可以讓後續的隊友能夠接上還算是有一些些的價值 但機率只有50% 只能當作順便 而且他吃滿技能就是這麼多 想要消狀態 主要還是要靠其他人來做四星才比較會有價值 再來就是它的2技能 玩泡泡 把泡泡丟到隊友身上 解除所有的弱化效果 給予隊友相當於自身25%體力的護盾3回合 CD總共4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護盾量是32.5%的自身體力 CD總共3回合 這邊稍微提一點喔 這個自身是水人魚自身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水人魚血量撐個4萬左右好了 它的護盾量就是自身4萬血 加上吃滿技能的乘上這個32.5% 也就大概是12000-13000左右的護盾量 而且吃滿技能之後CD總共3回合 護盾量的時間也是3回合 代表說只要3回合內沒有破掉這個護盾的話呢 那對面就永遠打不穿我們的真實血量 加上水人魚被動技能還會再補血 水人魚的2技能有著單體的解場能力 護盾量也還算不錯 對於這個單兵的保命能力還算是蠻漂亮的 最後呢是他的3技能 美人魚的歌聲 除了無法行動技能之外 我方所有負面效果的持續時間 將會減少一回合 並且恢復我方隊友體力當中最低的角色 10%的體力 吃滿技能之後恢復量提高到了12% 稍微小提一點 炸彈類型的技能則是會讓引爆的時間再多一回合 也就是說 對面如果無法引爆的情況下 除非我方魔靈暴走 自己把這個回合甩到0然後引爆炸彈 否則輪流行動的情況下 炸彈則會無限被延長而不會引爆 符文的部分呢 隨著於這種被動解場輔助補血的角色 暴走絕對是他最好的夥伴 兩件套選擇意志讓他可以開場不會被控 能夠套盾去解隊友 或者是選擇硬爆讓他動得快一點 如果符文真的不夠的話 選擇忍耐讓他擺抗 都是很好的選擇之一 素質就直接素體體就好了 他跑得越快被動影響越大 他活得越久被動影響越久 附屬除了體力跟速度之外 就是剛剛提到的抵抗 對面少控到一次 可能就會多了許多的不確定因素 而他魔礦的部分呢 3技能的補血量增加 1技能的命中增加 是可以稍微增加他技能價值的部分 那他3技能補血量 確實不像光聯魚一樣來的那麼的多 但也算是無不小補 其餘的部分就可以去放這個減傷類型的模框 以及血量越少速度防禦越高就好 這隻角色的傷害並不是他的主軸 不太需要去管傷害部分的屬性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實戰體驗吧 但是這邊還得先講一個算是對水人魚的壞消息 就是其實因為有一個新角色的出現 讓水人魚的出場時機真的變少了 那就是原本這個水人魚最常是被拿來使用作為 Counter暗奧的位置 但因為水化博這個角色的誕生 加上他3技能幾次的修改之後呢 現在他或他的隊友只要被暗奧暈到就可以立刻解掉 這個暈眩跟所有的狀態還可以提條 雖然說這個水化博並不能像是光聯魚一樣去延長炸彈或主動解除負面效果 但只要再帶幾個免疫角色 像現在比較夯的水鹿鹿或是純純靠賽的水神秘的話 其實暗奧的表現暗奧的發揮也會是比較受限一點的 也算是因為這個大家的改強而相對的被nerf的一個角色 不過他畢竟還是個原刺嘛 跟原武比起來他稍微劣勢一點還是可以的 但他的出場時機絕對還是有的 而且有些人可能就是剛好缺一個水化博 缺一個關鍵角色的話 水人魚還是可以稍微做替代的 舉例像這一場 其實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雖然最後我們的39還是獲勝了 不過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出在於 對面的兩隻魔靈的速度跑得比水人魚快 讓水人魚沒有辦法去一直把炸彈延長 即便說他都沒有操作失誤沒有暴走 但是這個因為跑得比水人魚快 所以最終炸彈還是會引爆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而其次的話呢 可能就是用在公會站跟據點站的防守陣 其實這個角色呢 要突破他 像我現在使用的這隊突破率就很高 原因是因為我這隊並沒有什麼強大的上狀態的能力 他就是單純靠著水熊貓一刀一刀一直砍一直砍 但是對面因為我帶了兩隻的減傷角色 包含是火衣跟風喉 所以其實水熊貓的砍也沒辦法砍得很漂亮 那如果今天使用的是別的隊伍 如果是這種一波流的隊伍的話呢 其實水人魚的抵抗能力就會更好 尤其是當對面整個公會 整排五個防守陣容都有水人魚的時候 如果今天包包的深度一不夠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翻車 或者是這個我們水人魚這邊 剛好多暴走幾次 多結場幾次 多套幾次盾的話呢 那對面可能就會換平板換手機了 另外這場我就直接使用一波流來示範 只要這個 因為一波流的主軸大部分都是火龍 當然現在有很多其他的這種 一波流的角色包含火鬼啦 或者是水吉利這種進攻方式 都是可以做取代的 那無論如何 只要對面我們水人魚沒有開場 可以快速收掉他的話呢 他的解場他的補血 就有可能可以把我們慢慢磨死 只要他另外跟他搭配的打手 跟他搭配的坦打 沒有倒下 他就可以把這個隊友直接拿起來 一旦拿起來呢 我們的這個一波流基本上是沒有續戰能力的 拖到中後期喔 翻車率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是我們當這個裝了暴走的時候 我們記得防守喔 智不在一直防守成功 而是智在讓對面 可能十場翻三場 十場翻五場 這才是我們想要的 另外在四星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很難纏的角色 當然啦 這場可能最主要的因素 應該是那隻火槍手開場的暴走 那這個地方其實也可以把火槍手換成火狗頭 讓整隊變成偏坦的 然後我們的陣容就不一定那麼好收掉了 而且水人魚又可以一直補血一直套盾 當三隻都有坦打三隻都有續戰能力的時候 這個進攻隊伍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當然這次以火槍手為主的話 帶個水狼人其實就會很好突破 因為多段傷害火槍手搭配風速型的陣容是比較好擊殺的 整體來說水人魚算是平民版的光人魚 沒有光人魚援武般的被動技能 但卻有著影響全體狀態的能力 如果說光人魚就是就命中基礎上做事前防禦 那水人魚就是在被命中之後做一個事後治療的部分 他麻煩的一點是 如果我們的進攻不能一波收掉對面 技能組就跟光人魚一樣 可能會讓隊友瞬間可以回歸戰場造成不穩定因素 所以如果平常在使用 作為防守端他是比較優秀的 而在RTA 作為炸彈類型角色的Counterweight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他的對照組是暗1 而暗1是隨機解除一個負面狀態 加上依照負面狀態的數量來做這個提升攻擊條的效果 一旦對面的狀態夠多的時候 暗1就不一定能夠有效的去解場了 尤其是如果負面狀態當中還有一個炸彈的時候 那他如果沒有解掉那顆炸彈就有可能會引爆 而水人魚則是只要對面不引爆炸彈就可以無限延長炸彈 直到他惡技去把它解掉為止 使用實際上基本上對面的技能組狀態數量非常多的時候 像是火神秘光夫人再加上暗奧等等 那麼在使用水人魚就會比暗1來的漂亮 但如果對面狀態不多可能就一兩個兩三個的時候 而且還沒有炸彈的狀態 那暗1的表現就會比水人魚來的漂亮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啦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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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